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 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援警拔槍要求自小客駕駛下車 趴在車上接受搜身盤查 把駕駛給嚇壞了 趴得五多錢 這樣怎麼弄 當時援警跟機車都堵在轎車前方 不料轎車駕駛突然開車往前 把警用機車撞倒 援警立刻往後跳開 沒有受傷 他研判轎車駕駛企圖攻擊他 立刻拔槍瞄準駕駛座上的男子 要求他下車盤查 你買東西嗎 那你拿 那我 那你還要不要 我不好 怎麼可能 來 去 駕駛盲者解釋 當時是因為車子打坐檔位 才會撞到警車 事發的地點就在車水馬龍的 台中市神岡區路口 當時援警拔槍 賀令駕駛下車引發路人議論 有人說警察執行公權力好威 但也有人說 只是取締並排停車 似乎不需要拔槍 在機車被撞倒的時候 認為這個民眾有問題 所以直接拔槍 賀止民眾 並且請該49年次的 誠心民眾下車 請他接受盤查 警方後來進一步調查 神星男子原本是要打R檔 倒車退開 卻誤打成D檔往前開 撞倒警用機車 還好沒有撞傷遠景 男子後來也對遠景頻頻道歉 強調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違規停車是事實 警方後來依照違規停車 對男子開罰900元 記者神思遠皇總英壇中報導 請到